武漢肺炎疫情失控 感染和死亡人數持續暴增 其中包括一些醫護人員 網上傳出的一份疑似中國疾控中心的 內部數據顯示 武漢醫護人員有將近500人確診感染肺炎 另外有超過500人疑似 由於疫情嚴重 仍堅持上班的醫護 有的已經寫好了遺囑 2月5號 知名博主曹山石在推特上 披露了一份湖北醫護人員發病情況的表單 圖片顯示 表單的左上角 有中國疾控中心的徽標 同一天 在網上流傳的另一張圖片則顯示 這張表單來自湖北省一個 新型冠狀肺炎防控工作視頻會議的幻燈片 表單中顯示 排在前11位的全是武漢市的醫院 其中因醫用物資告急而公開向外求援 遭到紅十字會打壓的武漢協和醫院排在第一位 確診和疑似病例共262人 首次發生感染的時間是1月11號 其他如武漢大學人民醫院 武漢市第一醫院和武漢中心醫院 確診和疑似總人數也已過百 武漢11個醫院確診和疑似總數過千 其中近半已確診 也就是說 武漢醫護人員至少有近500人已經確診 另有超過500人疑似 而感染時間最早出現在去年12月27號 這些數據列舉的只是醫護人員確診病例在15人以上的部分大醫院 更多的縣級及社區醫院並沒有被統計在內 武漢市蔡電區人民醫院的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女醫生 2月6號對新唐人表示 他們醫院感染肺炎的醫護人員就有16個 但蔡電區人民醫院的感染人數並沒有列在這份表單中 說明武漢醫護人員的實際感染人數 可能比表單中顯示的要多得多 另一位化名勤勤的武漢醫院工作人員也透露 他們醫院第一線的醫護人員都倒下好幾批了 秦勤表示 因為沒有特效藥 他們都很無奈 因為疫情可能會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早在1月22號 武漢一個社區門診的衛星醫生 在接受《大紀元時報》採訪時就透露 很多醫院醫生都已被感染 包括他自己 主要是因為開始那段時間 官方隱瞞疫情 醫護在無防備下接觸了大量的疫感人群 和密切接觸人群 1月24號 網路還熱傳一段視頻 一名武漢醫護通過語音向親友哭訴 講述疫情的真實情況 當天還流傳一名身穿防護衣戴口罩的醫護人員 對著電話崩潰大喊的短片 旅美中國學者吳祚來說 大批前線醫護人員被感染 主要是因為政府一開始說不會人穿人 並控制輿論 目前 武漢疫情已經擴散中國全境 並蔓延到全世界 儘管中共至今已經封鎖了55個中國城市應對 但疫情仍在持續蔓延中